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尘封的记忆 中国文艺系列节目 时光唱片 和您一起聆听 岁月中的歌声 歌曲《英雄赞歌》 《英雄赞歌》是由公墓作词 刘斥作曲 张应哲演唱的一首歌曲 作为影片《英雄儿女》中的主题曲 这首歌曲通过对故事内外空间的巧妙处理 使之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 全曲在稳健舒展的旋律进行中 浸透着一种壮美 歌颂了以王成为代表的 千千万万个革命英雄者 我唱的歌 叫她当天 Van婆 这首歌曲《英雄赞歌》 护月之后不以为 作词作词作曲 当天公ですか 歌峰 阳阳不作和声 任命战时 却不谋 舍舍不死 好可疑 好可疹 今备 好可疹 一群一切 旋征的空港 为舍舍不死 为舍舍不死 一群一生命 感谢我 热心 夜生猴角 跑上路 翻江倒海 天地崩 天地崩 双手就我抱活动 怒漫乎有雪涌 叶蓝富蓝 变地图 永世回望 化尽心 为生活的情恋如荒 是福尼川 gefähr公民 叶蓝富蓝的刚刚 叶蓝富蓝 叶蓝富蓝 是福尼川 敌山 是福尼川 这一年 歌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出自歌剧《星星之火》第一幕第二场 描述了抗年父亲李生 和女主人公小凤在山林中相遇 答应送小凤参加抗年的一个唱段 这首歌曲将革命人比作松树 赞美他们拥保青春活力和奋斗精神 唱出了建国初期 中国人民的革命豪情和雄心壮志 激励更多年轻人执面困难奋发向上 是一首抒发人民当家作主 满怀豪情的歌曲 接下来 金刚币 北侧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冬 他不要也不懂 永远停留在山林 我明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冬 他不要也不懂 永远停留在山林 我明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长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冬 他不要也不懂 永远停留在山林 在山林 歌曲《过雪山草地》 歌曲《过雪山草地》 是大型声乐套曲 《长征组》歌中的选段 歌词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描写红军 过雪山草地时遇到的极大困难 第二部分描写红军占天斗地 以野菜冲击的顽强斗志 表现了红军战士力量的源泉 这首歌曲以深刻宁愿的歌词 清新优美的曲调 浓郁的民族风格 和群众喜闻乐见的表演艺术形式 勾割了红军力尽艰险 终获胜利的革命精神 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灵的坚强意志 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之灵的坚强意志 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之灵的坚强意志 全面茫茫 高原寒寒 吹断凉 红军都是钢铁汉 千锤百怜不怕难 雪山低头 迎远可 草叹逆战长 把银盘雪崖 夜茫茫高原寒 吹断凉 红军都是钢铁汉 千锤百连不怕难 雪山低头 迎远可 草叹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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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月间 冠兵一支 重岗枯 和明里香高于天 高于天 草叹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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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曲《红梅赞》是歌剧《江姐》中的主题歌 由严肃作词 杨明 江春阳 金沙作曲 词曲作者通过意向重构 以及乐感的歌词 明歌的曲调 使红梅赞具备了朴实婉转 而又高亢坚定的旋律 规整喜恋的歌词 都成就了这首歌曲的艺术魅力 时隔近60年 仍被当作经典传唱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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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三角烟残爱 可所见一片胆心 向阳台 向阳台 不为怀态 多多光光彩 当首不放花弯过 想要一片碗 温兴百花 期待吧 高歌 欢喜喜春来 爱 喜春来 高歌 欢喜喜春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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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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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支歌》 使之一共一支支唱——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便引起了人们感情上的共鸣 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 传唱至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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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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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